比如皈依 你皈依之前是什么身份 皈依之后还是什么身份 没有差别 只是皈依了 那从今而后呢 称为三宝弟子 我们笼统地称都叫居士 各位居士 这样称呼的 那么各位居士同修 自己称呼啊 自己是自己怎么称呼啊 就是自己跟一个师傅说 自己什么身份 怎么称呼啊 我们常常听到 我某某人 不是我某某居士 我张居士 我王居士 现在很流行这样 我是刘居士了 自己不能够叫自己居士 叫居士是别人叫的 就像什么呢 就像称先生 我是刘先生了 我某某人可以 先生是别人称呼你的 不过现在大家都不讲究了 以前呢 对人呢 称自己的名 你刘先生 谁知道你哪个刘先生 刘先生那么多 所以以前人呢 对人自我介绍称名 这是很合理的 现在呢 我什么什么 把头衔说出来 头衔太多了 最后记不住了 混到一起了 向别人自我介绍 称名一方面 不会认错人 另一方面 也是对别人的一种谦虚 自称三宝弟子 就在家学佛同修 比如见到师父 自称三宝弟子 简称弟子 居士在三宝前都是弟子 这个习惯 要慢慢的去培养 这是居士 这个身份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很多社会上的文人 他也没学佛 他听说苏东坡是居士 白居易是居士 他也就某某居士 变成了他一种雅号 人家香山居士 白居易 真的是皈依三宝的居士 那不是一个雅号 苏东坡也是名副其识的 佛学居士 他也不是个雅号 他不是说 像我现在文学家 作家的笔名一样 以前这些大文学家 他是名副其识的居士 都是三宝弟子 所以这些常识 我们要了解 在家学佛 居士身份